想不到电影中的悲情 在二十一世纪的香港是天天善意 长者为香港贡献一生 不但未能分享繁荣的成果 更因正式的僵化保守 高官的麻木不仁 未能有尊严的安享婉言 七千多位长者未轮到数位已经深固 这是特区政府支持 是香港人支持 第七中罪是吝啬罪 政府去年在交通资源方面 让屯门北区离岛元朗市区受贵 为什么今年不扩大到十八区 还有一些贫穷的小学生要上网 政府为什么不支付他们的上网费 第八中罪是冷血罪 在金融海啸冲击之下 香港的私益率已经到百分之五 去年有四万三千家公司倒闭 也零七年多了百分之十四 我们曾经要求市长设立私院援助金 可是他无动于衷 第九中罪是守财罪 社民联要求政府向香港居民发放港币五千人现金 金额大概是三百亿港元 这一笔管项只占政府总储备百分之二 但是可以达到很多种效果 澳门两度派现金 台湾也发消费券 日本泰国也有类似的措施 可是我们的特区政府在这个百年一遇的大灾难当前 一点事情都不干 财政司司长在预算案的末段 你认为德国神学家的话 你是要为下一代下一代的人负责 德国神学家 不论是成组织暗杀其他的汉坷华 或者反对教会向国家投尘的巴赫 批判纳税德国的田乐科 这些人都是诚实面对人民的处境 不会因为僵化的教条 虚假的说辞 善不假希望 明明是不是百万穷人死活的财政预算案 反而切齿狡辩 所谓年轻人着想 这个假先知的行为 希望曾俊华先生 不要滥用神学家之名 去为这份垃圾的政策去辩误 误误神学家 现在已经是危己存亡之秋 你们这一群高薪厚路的佣官 你们真的很不该啊 你们对我们干了不该的事情 让我们都变成扑了盖 曾应权 你不该 曾俊华 你不该 特区政府 你们都很不该 都是说香港 高薪养年 四十百在眼前 这是高薪养佣 佣才的佣 佣官的佣 纳税人花了一大笔冤枉钱 竟然 养了一大笔佣官 所谓不贤者 而高薪位 是不齐恶意重点 香港人何故啊 要受你们这种罪 曾俊华 你不但是佣官 你还是一个大贪官 曾俊华 你是一个大贪官 你贪的也许不是权 你贪的是身在权位的安逸 你贪图安逸 不肯在这个危急关头 对香港人做出应有的承担 你真是太不该了 曾俊华 你真是太不该了 谢谢主席 你最初是罵不该 要不要罵罵就罵不该 很难得他有稿 因为没有稿 听不明白 你们写错 文慧呢 文慧博在哪 stumbling stumbling stumbling都写错 三份报纸写英文 两份写错 stumbling on the street 文慧和文慧这份 stumbling stumbling on the street 有没有这么说的吗 一份报纸说stumbling on the street 没有这个字 没有stumbling 这字有一个L 一份报纸说stumbling street 有没有这句话 stumbling stumbling on the street 好像是这个 不知道是名字 有没有经常考我啊 你懂得说的 别说了 你只是说普通话 你说你啊 那些普通话很棒的 义障 义障 你试过来说十五分钟普通话 对不对 虽然不是叫做自正康源 但是是很流利的普通话 对不对 你們真是混蛋啊 說了七次混蛋 你怎麼混蛋 但我講了我要講的話 我正在罵你 最後那兩句真俊華 你真混蛋 為何我國語咬不著 你們抹黑我的 你們經常嘟我的 讓你說清楚 清楚你剪掉了 其實你今次這樣發言 其實你 你今天安排是用普通話發言 那其實真的有什麼意思 普通話發言 你這個中華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從來沒試過普通話 在立法局發言 不是兩文三語嗎 是不是 我用普通話發言 沒有問題 還有我有廣告 我也很少用廣告 是不是 其實你看看我們裡面 數據那九宗罪 看看那篇文才 最重要的內容 如果你們聽普通話 能力都有問題 我也覺得很遺憾 但是事實上 我們是很具體 對這個財經預算案 一些不堪的地方指出來 你看看那篇文就知道了 去做了… 那麽 我們對這方面 沒有問題